他是谁,冒着三九严寒,苦练树桩宫? 原来是我国著名武术家陶子洪先生,他今年已满八十五岁了。 陶子洪出生在安徽寿县,一个武术士家,祖父是清朝的武进士,有利托千金之功。 陶子洪在祖父的熏陶下,六岁就开始练功习武,在当年许多名师指导下,经过长年苦练,造就了前窜一丈,后蹦八尺的功夫。 十八班兵器样样精通,后来他考入了张之江先生创办的国体专科国力馆。 毕业后,又留校当教授,于这个学校的副校长,已故的著名武术家王子平先生,结下了师生之意。 武艺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有一次他表演三国时代马超的七两掌,做了个扑地动作,一下子把脚下的大石阶蹦裂了,围观群众发出了一阵阵喝彩声。 为了发展祖国的体育事业,陶子红利用业余时间,培养出了一批批武术高手。 他的学生中,有的成了国家武术队教练,有的夺得了全国武术比赛冠军。 现在,在这些武术西苗身上,寄托着陶先生振兴中华的理想。 文字幕提京 感谢观看 桃子红的两个孙子 在祖父的严格教练下 苦练地躺功 走上了武术的道路 感谢观看 这些战士得到 陶先生的言传身教 保卫祖国的本领更强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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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视道德修养 做到文武兼备 这是中国武术的优良传统 也是桃子红的生平写照 他的书法 瘦静挺拔 别具风味 泼墨单青也是桃先生十分喜爱的艺术 画福虽小 记忆深远 他热爱祖国的文化 热爱祖国的山水 当然 最是他心持神往的 还是湖北的武当山 因为这里是新义六合掌的发祥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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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分钟 心意六合掌又称十大型 由模仿鸡 猴 鹰 蛇 燕 龙 虎 马 熊等十种动物的动态演变而成 是中国武术之林中的一朵奇葩 它起源于三国时代画舵关羽的动物拳 集大成与宋朝的周湘岳飞 姬龙峰 特别是岳飞在抗金的战火中发挥了这门武术的神威 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陶先生十六岁就熟悉心意六合掌 七十年来他一直是这一古老拳宠的正统继承者 为了使心意六合掌发扬光大 后继友人 近三年来他在学生张克强辅导下 收集资料苦心孤意 写下了心意六合掌一书 他常常忘了吃饭 忘了休息 有时从黄昏一直写到黎明 由于年代久远 古籍上关于心意六合拳的记载 有的出入较大 有的语焉不详 陶子红都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加以盯正 他还多次来到动物园 仔细地观察各种动物的生活习性和动作 然后加以分析综合 使十大型的各种单恋和套路更加生动 更加完备 经过陶子红的传授 他的学生张克强 做得单恋 节奏鲜明 发静有力 灵活自然 虎行 蹿山跳剑 呼啸生风 猴有缩身之法 纵跳之能 蛇行 能屈能伸 刚柔相继 雄鹰展翅 这是十大型中的鹰拳套路 虎掌 威风凌凌 出手凶猛 鹰虎相遇 争勇斗齐 鹰夫胡起 势均力敌 心意六合拳 十分重视内功的锻炼 要求用意识来指导动作 使内在的气与外在的力和谐一致 因此他除了适应实在需要外 还能起锻炼身体的作用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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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